主委師,我們為台灣目前所面臨的很多情況來向你祷告 我們發現我們的政府似乎已經失去功能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食物有問題 可是我們看見好像沒有能力解決 只是把有問題的廠商抓去關起來 求主實在是施恩連緬 那我們住在這個地方不只是名字是美麗的島嶼 我們台灣人的心也能夠變得美麗 我們所吃的食物也能夠美麗 能夠健康、能夠安全 主委師,我們知道這是相當複雜的一件事情 我們向你祷告,特別是年底要選舉 求上帝連緬,讓過去的買票、黑道 這些事情能夠遠離台灣 讓我們能夠有一個更乾淨的選舉 所選出來的人真的是對台灣有負擔、有愛心 願意盡力盡他們的能力來幫助台灣成為更好的地方 主耶穌,我們也為今天我們有這個機會在這裡一起從猶大跟他媽的故事 可以更深入一點的學習 客家宣教的主題的一個小小的影片 我們請那個影音同工來播放一下 來,美麗扣肉 謝謝 謝謝 你那個整形的嗎 當然啊 當然 我是真心的想跟小姐交往 要學習三年,鐵人的 rebrand 它是花生一年 真的嗎 那麼就好 聽見客家的聲音 讓自己安慰,收起足貓米 新年十八十九,科兵九歲,向下山道年尾 我一臉就在外國人的歌手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就是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关于这个客家宣教在台湾的情况 那刚刚大家在影片上已经看到了 比较保守的估计是说 客家人在台湾大概有14% 刚刚那个影片上是说17%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超过300万到400万之间的客家人 在台湾我们有300万到400万的客家人 可是呢其实只有2万的客家基督徒 意思就是说这个宣教的空间还有很大 那我们一直在问的是说 为什么在这个客家宣教当中呢 是这么的弱势 没有被注重这样子 那很多人呢一直以为说 因为呢最主要是因为客家人 这个对传统文化或者是近足的一种 非常很深的一种文化传统 所以呢 他就是说客家人是一个比较难传福音的族群 那后来呢我们在一些过程当中呢 再去发掘一些资料以后就发现了说 其实不是因为客家人是印途 大家一直觉得客家宣教很困难 我想那是一个错误的印象 其实一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过去的宣教策略的错误 那也不是说是真正的什么样的错误 那最大的原因可能在于说 很多的客家人他们被那个辅老文化 或者是所谓的华语跟台语的主流族群 他们被这样的文化所淹没 那为了要在一个主流文化当中生存 他们往往呢 其实是在自己的母语客家化 还有那个中文跟台语之间游走 那也有很多的客家人 其实他们是居住在跟原住民相隔的 那个边界之间 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 客家人他们在台湾的那个生存形态呢 就会变得更复杂 那也因为呢 过去在特别是台湾基督长教会 我们在那个备家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辅老族群的信徒人数是增长很快的 我们的原住民族群是增长很快的 有的原住民族群高达95% 他们整个族群就是我们叫做集体改宗 他们就称为基督徒了 所以呢50万的原住民里面呢 其实他们大概60%以上都称为基督徒 那在这个情况当中呢 我们就会看到说客家族群呢 有300万到400万的客家族群 可是只有2万的基督徒 那我们只有50万的原住民 可是呢60%的那个原住民是基督徒 所以那个原住民的基督徒人数就多于客家人的基督徒人数 那客家人的客家的宣教呢 在一个辅老族群的宣教 以及那个原住民的宣教当中呢 他就逐渐的被边缘化 也没有被重视 所以过去我们在宣教的资源分配上 我们在宣教的人才的栽培上 或者是我们对宣教的注重跟策略呢 都忽略了这个客家族群 那今天呢 这是我们和平教会在参谋师过去 所领导的那个宣教的看见当中呢 从M1到M4的那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把这个客家宣教呢 定义为跨文化的宣教 那希望透过这个今年的宣道年会 这个客家宣教的主题 来唤醒我们弟兄姐妹 再次来关心我们在全台湾 有300到400万的客家族群 我们的客家的弟兄姐妹 他们还没有机会来听到福音 那这个不是说完全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而是说以客家文化为主体来重新认识福音 那这个呢我就要再一次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在过去的15年间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传道人 他们愿意受训练 甚至进入到比较偏远的客家村落去传福音 那这个形态上呢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他们去到那边以后呢 100间的教会里面90%都是弱小教会 第一个因为起步慢 第二个资源不足 第三个他们还在摸索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整个教会呢 以40个人以下的教会为主要 所以他们都是比较弱小的教会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弱小的教会他们在财力上 或者是人力上还有各方面 还有面对那个成像差距之间 那个人口外移 或者是人口的流动 那他们就会相对的弱势 所以我们盼望透过今年的那个宣道年会 这个客家宣教的主题来唤醒 更多的弟兄姐妹 对这个客家宣教的关心 让我们一起 不管是用祷告 或者是用奉献 或者到那边去传福音 或者是福音队 等等各种可能的形式 一起来参与这个台湾的客家宣教 那另外呢 也要来报告一下是 明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宣道年会呢 也有一个是 过去在和平的 和平的传道人回娘家的活动 当中呢 有一个是那个石哥跟安姐 他们是英国的宣教师 他们来到台湾40年 他们即将在明年退休 那因为明年的宣道年会的时候 他们不会再来 他们已经回英国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 也要讲一下 这个石哥跟安姐 他们要退休了 如果呢 明天下中午12点半到2点半之间 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跟他们握握手 打招呼或者是说再见 这是他们小时候的 那个 相片 他们1975年来到台湾 这是石哥跟安姐 他有帮许多的人证婚 然后他们被护照呢 到台湾 并且呢 把台湾当作他们的家 在这里40年 当你们 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 他们的那个语言在台湾 完全没有问题 那 常常我们有许多 我们和平的会友们 到台中去探望那个 石哥跟安姐 这是很多年前的相片 那 他们1985年到1989年呢 在和平全职服饰 然后 他们即将退休 但是呢 依然会参与在 创起地 或者是在 各区中文 有中文的人的当中 来 继续传福音 那他们明年 他们明年就退休 然后就要回到英国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那个Google 在YouTube里面 你就会看到 他们在Good TV 有受专访 那那个全程的录影 跟录音都在里面 那大家可以去看 那 邀请大家来参加 我们今年的宣道年会 那这里呢 有一个报名单 这个 你可以在后面呢 直接报名 那我们的内容呢 有包括来体验客家的 我们今年的客家宣教 有体验客家的文化 包括累茶 还有客家新音乐 还有客家文化新认识 那在傍晚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太则的礼拜 这是包括 华语台语跟客语的 一个共同的 那个上帝话语当中 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 那晚间的时候呢 我们请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他们在屏东 或者是在新竹的客家村落 还有在台北的林良堂 他们怎么样来 从事客家宣教 我们有一个座堂会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报名表在后面 可以请大家填写 谢谢大家 我在呼了念书的时候 就是知道说宣教有从M0 现在M0没有改进M1 M1 M2 M3 M4 那其实它是根据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耶稣跟他的学生说 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然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那我在呼了手学的是 这个是语言的距离 不是地理的距离 所以呢 不是离你家几公里 而是跟你通不通 话通不通 那住在同一个社区 言语会通的 那个就叫M1 我们也叫M0 那就是说如果我跟 我邻居跟他介绍耶稣 他到我们教会来 那我做的工作就是M1的工作 就是那教会就会增长 如果言你去带你的朋友来 你朋友接受耶稣 教会就会增长 那第二个是 我跟讲话通 可是他不在我的社区 比如说他在台中 那我去带他 他不可能跑到台北和平教会来 他可能在台中 参加台中的教会 那这个我们就叫M2 这个是距离比较远 那我们最近在南港做的 那个就是M2 我们不希望南港的人 要跑到和平来 希望他们就在南港地区 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教会 叫M2 那M3就是撒玛利亚 就是 字一样 音不一样 就是用的文字是一样 可是话音不同 所以你听起来你听不懂 可是读起来读得懂 那这个我们叫做静文化 那台湾客家算是这样的一类 用的广东话也是一样 就是跟我们用的是同样的语言 但是话音不一样 不是Q而已 你不学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讲 那这个叫静文化 这个还有一点点可以通 只要大家用写的还可以懂 但是讲的就有困难 那如果字也不同 音也不同的 那个我们就叫跨文化 那是M4 我们教会几年前曾经去泰国 试着学泰语 那做一点点 所以我们教会 大概M1 M2 M4 都做一点点 可是M3一直没有做 那我在想说 大概我没有机会了 因为我明年就要退休了 看来是不可能 那过去我一直期待 那个李牧师 李经济牧师 看他能不能发展这个 他也跟各种时候好 他愿意试试看 可是后来他身体就不好 身体就是有病 所以他就离开了 那我就想说 大概没有机会 想不到 沈就派石牧师来 那我想他只是来 补那个最后这一年嘛 应该大概就是 把该做的事做好就好 想不到 他今年把这个客家宣道做起来 所以我是非常高兴 就是在 让我有机会看到 和平教会有这样的开始 当然我走了以后 看新来的牧师 会不会对这个 继续有负担 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那石哥跟安姐 是我认识他 但是他跟我在和平 没有交集 他们来的时候 我离开了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 他们等于 类似带我姓主的南宜先 他们就是从英国 然后条条请你到这边来 那一生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这样的宣道师 我心里面是很佩服 他大概年龄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明年退休 他也是明年退休 要回故乡去 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 可以来跟他们见见面 他很长的时间是在台中 做学生工作 做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是一个相当好的一对宣教士夫妇 那我一直在想说 那个创世纪38章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约瑟的故事里面 要插这一张进去 因为你把它拔起来的话 约瑟的故事就很顺 他被出卖 后来到埃及 后来就经过很多冤枉以后 后来就写女换生 就做宰相 这个是很好 为什么中间硬 硬这样挤进去 那这一个故事 我们能学到什么 那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想 而且那个 创世纪38章 我找不到歌啦 犹大跟他嘛 好像没有人为他们写歌 所以要让你们唱歌也找不到歌 后来我一直想一直想 我会控制 这个是犹大跟他嘛的故事 我找到的图 找到的图 大部分他嘛是把脸遮得看不到 可是这张图 不是遮得看不到 是 嘿嘿对对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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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两个意思啦 如果遮得看不到 就是让你看不出他是谁 如果好像看得到 好像看不到 就是要引诱你看他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那 这张图的 做画家呢 他是认为这是enticement 这个 用帕子遮连 是一个 引诱 是entice 是引诱你去注意看他 因为你好像看得到 好像看不到 你就会注意去看他 你就会被他吸引 那如果完全用黑布 整个遮起来 你就没有兴趣 因为你就看不到嘛 你怎么看也看不过去 那 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呢 到底是怎么样 那 昨天晚上我想到这一句 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 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因为 整一章 只我描述的是 应该是犹太人的那个 丑闻 就是他们的祖先 他们叫犹太人 这是从犹大 这个judan 从犹大名字来的 他十二个兄弟当中 最后是用犹大的名字来举 也不是用亚伯拉罕 也不是用以赛 用雅各 没有叫做雅各人 或是以赛人 他们最后叫做犹太人 juda 其实就是犹大来的 可是犹大在圣经记载的 却是这么一个不体面的故事 他欺骗他的媳妇 然后他不小心又被他的媳妇欺骗 然后跟他媳妇乱伦 然后生两个 一个双胞胎 这个故事放在那里面 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 为什么耶稣要从这样的家族出生呢 为什么不从别的家族 这样乱伦生的孩子 而且他们还是外国人 那这血统不纯 到底想要讲什么 那讲到的这一句 就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 上帝好像可以把人的罪 人的错误里面 带出恩典出来 这是基督教福音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应该叫做inspired 虽然你很烂 上帝还有办法 就是大概这样 就是说 上帝可以把我们看起来是 用人的角度 我们不会去挑那种人 那种人应该是 不要让人家盖起来 盖起来 就当做没有就好了 可是基督教讲的就是说 上帝有能力 有爱心 肯把这些我们视为不好的人 把他弄成为后来 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个是 那就想到这一个人 这个John Newton 有一个叫Jonathan Aiken 他帮他写传记 那请Philip Yancey 帮他做前年 Philip Yancey是把圣经 用现代的话 重新翻译的一个 蛮不错的圣经的学者 那他帮他写前年 他写的他那个故事 他用这样一句话做描述 From Disgrace to Amazing Grace 看来说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 就是约翰牛顿他的一生 正是这样的一个见证 他就是从一个 让我们觉得是很没面子 Disgrace就是不好的 没有面子的 不足为外人道也的 我们不想提的 他变成一个Amazing Grace 让我们很惊讶 很吃惊的恩典 所以我想这个Amazing Grace 这首歌正可以表达 创世纪38章首要 让我们学到的 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卖奴隶的伴子 他是船长 他把非洲的奴隶抓起来 抓到美国 抓到英国去卖 赚很多钱 这个叫黑心的钱 他不是卖假油 他是卖人 他把人抓来抓去卖 很久很久 可是有一次碰到台风 那个船就快要沉下去的时候 他说这一次包死了 包死了 他虽然卖奴隶 他小时候还是去过教会 所以他头脑里面 他不去教会了 可是他小时候曾经去过教会 所以头脑里面还有一个 上帝的观念 所以在船要沉下去 他就跟上帝说 上帝啊 救命 就是说如果你让我这次没有死的话 那我以后会乖乖回去教会 这样 结果后来他就抓到一个东西 就没有淹死 后来被救起来 好 这个牛顿就 好吧 既然这样子 他就开始回去教会 这一次就被改变 这一个卖奴隶的一个船长 就被改变 他后来变成一个牧师 他讲这么一句话 I am not the man I ought to be I am not the man I wish to be And I am not the man I hope to be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 这句话我觉得相当好的描述 就是说牛顿对自己也不满意 他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想这个样子 我也不盼望将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是神的恩典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如果你问我什么叫基督教 基督教就是 I a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 因为我碰到耶稣 因为我被耶稣的爱摸到 我的生命改变 这个叫基督教 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 神不在乎你多烂 不在乎你 你怎么样 神在乎的是 你愿意不愿意给他改变 这个人被改变以后 他就觉得卖奴隶不好 可是他已经年老了 他没有办法影响这个整个因果制度 这个是既得利益一个很庞大的系统 不只是一个人而已 他就开始去找年轻人 跟他们说奴隶不好 奴隶不好 他影响到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叫William Wilberforce 韦伯胡斯 这个William Wilberforce听到牛顿很老的牧师 一直跟他说 奴隶制度不对 应该要改 他就去竞选 结果选入英国的参院 他就在那里一直提案 说要毁掉奴隶 毁掉奴隶 好像搞了好几十年 到他快死的时候 那个奴隶才在英国变成非法 毁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 就是一个卖奴隶的人 他居然后来有办法影响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在国会很孤单 一个人居然坚持不放弃的 他进去国会的目的 就是要把这个奴隶制度毁掉 那他做到 所以奴隶制度毁掉 是跟牛顿有关系的 那他写的歌 就是这是个Amazing Grace 他说 I once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我从前演虾 如今我看见 后来意大利一个歌手 那个Tenna 那个男高音 他是虾子 他叫Andrea Mozzelli 他唱的歌是 应该是独唱的那个 世界排行榜 应该数一数了 就是那个 大家很喜欢他的歌 我昨天晚上听到他唱的 这一首歌 因为他是虾子 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我以前演虾 我如今看见 其实他一直看不见 可是我想他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那边 里面的眼睛 有看到一个方向 所以我看他在唱 唱到那一句的时候 他笑起来 很有意思 我们来听这个 Andrea Mozzelli 他唱的这个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 可以生意高一点吗 可以生意高一点吗 I was lo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e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And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And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When his flesh and heart Thou fell And mortal life shall cease I shall, O skies Within the day A life of joy and peace O saving grace O sweet The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And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And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Was dry But now I see Was dry But now And now I see The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The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And the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The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And that rocks excitation The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l 如果看都看不到 当然不可能 因为你根本不晓得有那个问题存在 那这个是牛顿 我们来唱 老师 郭老师来了 五破 对 这个调一般是 Solo Mi Lo Mi 可是我找到新盛世的时候 Solo Mi Lo Mi 是有一点点变调 就是那个有点实辣 Solo Mi Lo 不是Solo 好 没关系 我们会唱国语 来 起云天和灯感天 我醉意的舍面 欠我思想 尽被寻回 瞎眼尽得看见 如此安定 使我敬畏 使我心的安慰 出现这世 我梦恩惠 真是何大 好鬼 神体健为今生甩衰退 我将于事告别 身心拥有 满足之内 永远平安喜悦 起云天 起云南天 何等感天 我醉意的舍蜓 请我思沙 尽被寻回 瞎眼尽得看见 那个我们叫做 Eye Opening Experience 你如果碰到一个好老师 以前你看同样一个东西 你看就是这个样子 经过好老师跟你一解释 他会说 这个东西原来有另外一个意思的时候 那个感觉很舒服 东西你一直在看嘛 就好像圣经你一直在看嘛 对不对 就看不见了 就看不出是什么东东 对不对 可是当然一解释 哦 原来还有这个 那种感觉 就是Eye Opening 这个叫做 从前我眼瞎 如今得看见 我们来唱英文的 A me I'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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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Yeah when this phrase and heart shall fail And mortal life shall see I shall process within the will The life of joy and peac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e same arise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平常在唱中间那个Yeah my flesh 那个是我没有看过 我这一次看到 所以去查好像原来的歌词有五节 因为这一节好像比较悲哀 就是我们会老啊 我们会死掉啊 有人就把这一节就拿走 有的是唱的是 在人生有很多网罗啊 有很多试探啊 那我都平安度过 觉得这样比较好 可是奇怪这个Andrea Mottelli 他在唱的时候 他选择是唱这一节 那我在想说 这一节对我们来讲 也是另外一个开眼睛 就是说我们不会怕死亡 这是基督教很特别的 就是再生 我们不碰到困难 我们祷告求神帮我们忙 可是死了以后那怎么样呢 这里说他相信死了以后 他会进到曼子里面 那他这个Vail 我去想到底这个是什么 Yeah when this flesh and heart shall fail 就是我的身体 我的心灵都会败掉 都会坏掉 And mortal 这个会死的生命会停止 将来我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会拥有 Within the Veil 就是说圣经讲到Vail 就是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 有一个Vail 那圣所跟外院之间 也有一个Vail 它有一个曼子 隔开院子跟圣所 还有一个曼子隔开圣所跟至圣所 那在两层曼子的后面 就是上帝在那里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写诗的人 他用这样一个一句话 你不懂当然就 下面意思 在一个好像遮连的后面 如果你了解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说 我们死亡其实是进到神的面前 是进到至圣所 进到曼子的里面 Within the Veil 在那里我们享受的就是 不再有这个世界的痛苦 永远的平安喜乐 那这是基督徒对死后的一个开眼界 就是说 你真的相信这个 那真的面临死亡的时候 你不会害怕 你知道往哪里去 这个是我觉得 他特别把这个唱 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们来开始看我们的 《创世纪38章》 以后整个讲完 我会再回过头来讲说 为什么到底约瑟的生品 跟犹大的生品之间 有什么可以连的吗 为什么它不插在后面 不插在前面 为什么插在37章跟39章之间 那比较粗 比较粗的概率 就是说 约瑟是 约瑟是被他的祖母引诱 要换这个 就是不应该有的婚外的性关系 可是约瑟是 手生如玉 他逃避 那犹大是 自己去找妓女 结果想不到找到他的媳妇 他以为他是妓女 因为他有一点化妆 所以有人是说 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 就是约瑟是这么 在这方面 在人际关系 道德那么高尚 那犹大是那么不好 好 这个我可以同意 但是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上帝不挑约瑟 挑约瑟的后代 来让耶稣生在 那不是比较漂亮 约瑟也代表耶稣比犹大好 因为约瑟拯救以色列人 拯救埃及人 对不对 那人家要饿死 约瑟有好多可以预表约瑟 我上次有稍微讲了一下 有一大堆 他们如果弄起来有好几页 哪里像约瑟 约瑟更好 为什么弄一个 一点都不像约瑟的 好像是反面教材 是很糟糕的 来做约瑟的祖先 所以我才今天 我总是想 哪里罪恶多 哪里就恩典多 这是我想出来 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 好像一个白的跟一个黑的 放在一起 让你看出来 尤大都烂 他跟约瑟比起来 真的是不能比 约瑟也不说谎 约瑟也不 他们 尤大说谎 骗他爸爸 然后骗他媳妇 什么都骗 然后有钱就好 把弟弟卖掉 这样的尤大 然后老婆死掉以后 他就想去找一个一夜情 结果抢不到双胞胎 那他自己做了以后 听说他媳妇 他媳妇大肚子 他把他抓出来 要把他用火烧掉 好像他很公益的样子 结果人家把他的拐杖 什么印章拿出来 他们都欲赢了 这当众很难看 整个三十八章讲的是这个 那尤大才承认说 其实我比我的媳妇还糟糕 这样的 自己都承认糟糕的人 居然被上帝挑选 做弥赛亚的祖先 因为塔玛放到 耶稣的祖谱里面 这个用骗他的公公 得到一个精子 然后帮这个家族 留两个孩子的 这个塔玛 也是很特别 好 那这个故事就是说 约瑟被出卖以后 犹大就离开他的兄弟 自己往南边去 开始是这样讲 可是我跟你们讲 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不是 是在事件就离开 因为那个算那个年龄 如果是到这个时候离开 恐怕那个孙子来不及生出来 因为下埃及的时候 有两个孙子一起下去 这个是比较细微的 那你们知道就好 那就是犹大就离开家族 就自己跑到南部去了 在那边当然就是外国人比较多 他们是出华人 那结果就找到一个当地的女孩子 叫苏雅的女儿 没有名字 他就跟这个人就交朋友 然后就结婚 那我上一次花了点时间 谈这个异祖通婚 或是异教通婚的问题 那结果他们就一下就生了三个孩子连续 老大叫儿 这是爸爸取名的 老二叫儿男 妈妈取名的 生老三的时候 爸爸刚好不在 出差 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是妈妈帮老三取名 叫士拉 所以犹大跟他的太太 苏尔的女儿有三个孩子 一个叫儿 一个叫儿男 一个叫士拉 这三个 当然他们三个字的名字 就犹太人的解释 跟原来他们当地人的解释 是不太一样 犹太人是把他解释得不好 因为他们表现都不太好 就把他解释得不好 那现在就是老大已经长大了 所以这个爸爸就帮他的孩子 讨老婆 媳妇叫他 在这里并没有确实说 他妈是迦南人 可是就整个处境来讲 大部分的学者认为 应该是迦南人 因为以色列人只有这个家族 犹大又离开他整个家族了 他也没有为他儿子 像亚伯拉罕 跑到哈兰 回到本地本族 去找一个太太 也没有 他就在当地找 所以我在想 虽然没有确定 这样讲 我在想应该是迦南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 犹大自己是一族通婚 他也让他的孩子也是一族通婚 那这个孩子为什么被上帝杀死 圣经没有交代 圣经只有说 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就这样 那耶和华就让他死了 那这个恶多恶呢 拉比想要解释就是说 其实我后来看也没有那么恶 他就是很喜欢他的太太 因为他的太太很漂亮 他知道一旦怀孕就不漂亮 本来那个曲线很好看的 一旦大主就不好看 生完以后身体都会变形 所以他不喜欢他的太太不漂亮 所以他就想办法让他太太不怀疑 这是拉比的解释 那古代传统是这个人说 只有性是上帝不喜欢 他是要你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他是希望 让你性目的是要生小孩 你既然只要爽不要生 这个上帝就不高兴 就把他杀死了 他们这样解释是因为老二 也同样的 老二有血 他就是要跟他嫂嫂 有性关系他要 可是他就不要让他嫂嫂怀孕 所以上帝就把他杀死了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去逆推 说老大也许也是这样 可是他是他老婆 没有什么财产的问题 大概就是爱美 这个太太永远保持漂亮 这是拉比的解释 那我们看讲义38章第7节 犹大长子尔的言行 在耶尔瓦眼中看为二 耶尔瓦眼中看为二 我们看几个reference 双世纪第10章第9节 这个耶尔瓦眼中 应该是耶尔瓦的面前 就是in the face of Yahweh 是这样的意思 给你们看这一节 他在耶尔瓦的面前 这个耶尔瓦的面前 跟儿在耶尔瓦的眼中 是同样的西博来尔瓦 那个意思就是说 好大档 一般我们做坏事 会在耶尔瓦的背后 不会在耶尔瓦面前 好像那个最近抓到一些人卖毒 好像就是在检察官旁边 就在检察官夹到旁边 租个房子在那边卖毒 好大档 我们走得很累 有一点是故意 那这个宁瓦 古时又称之后 他本来在非洲 后来就跑到巴比伦这边来 他就说 他在耶尔瓦面前 是英勇的猎户 所以俗语说 像宁瓦在耶尔瓦面前 是英勇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 扁不是包 在鲁班面前弄大斧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那耶尔瓦是最厉害的战士 然后他在耶尔瓦面前 我给你个手 好像黑道刚出道 就在老大面前在那边耍流氓 这样的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宁瓦其实是被看成 因为他是巴比伦的头头 是被看成是不好的代表 所以这个不是好的意思 是故意在耶尔瓦面前 在那边耍英雄的意思 这是耶尔瓦面前 再来看13章13节 创世记13章13节 索多玛人在耶尔瓦面前 最大恶极 那也是一样 就是等于是要做坏事 也不会遮烟 就在警察的面前超速 你这样讲 你如果要超速 警察照顾的人才超速 警察在你旁边你超速 就挑战要给你来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索多玛人 就是最大恶极 他是在耶尔瓦的面前 来最大恶极 我们看19章13节 好 这个是两个天使 到那个城要叫罗德跑出来 因为耶尔瓦要审判 索多玛 俄摩拉的 所以他说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 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 在耶尔瓦面前很大 所以在耶尔瓦面前 意思就是 不怕上帝知道 我们看撒母尔记上 二章17节 好 这个是以利两个孩子 如此这两个少年人的罪 在耶尔瓦面前慎重 他们藐视耶尔瓦的祭物 这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很害 我们往回看 再往前 好 十二节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 不认识耶尔瓦 这两个祭司带百姓 是这样的规矩 凡有人来献祭 正主肉 祭司的仆人就来 手拿这三尺的叉子 将叉子往灌里 顶里 扶里 或窝里 一叉 叉上来的肉都拿走了 完上到室友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这样看待 还有在没有烧纸油以前 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 肉给祭司叫他烤 他不要煮够的 要吃什么 要吃叉子 就是了 那献祭人就说 应该要献祭啊 然后就给你啊 马上给我 不然我就抢去 这两个少年人的罪 在耶和法面前慎重 藐视耶和法的几乎 还有更可怕的是 这两个人居然跟 在圣殿服务的那个女人 发生这个不应该有的性关系 所以叫做胡搞乱搞 可以说传道人 如果犯了上帝不喜欢的事情 那个罪是比一般的人大 因为他是在耶和法面前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你是传道人 你服事 你就是知道 你在神面前服事神的 结果你居然还这样做 所以就叫做在耶和法面前 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意思 在耶和法面前 你还最大恶极 最慎重 所以耶和法就 有一次他们在献祭的时候 耶和法就火出来 把他们两个就烧掉 以利 那以利也倒霉 因为耶和法说 你尊重你儿子 看他尊重我 有时候我会很难 就是做父母的 你教儿子 儿子就不听嘛 你不是不教啊 你怎么教怎么教怎么教 他就是不听 那我就不晓得 这样的情况下 父母还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或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教好 好像上帝对以利 有这么一个指责 好 我们看我们讲义 可是这个儿啊 他的恶行的内容呢 在圣经却是简末 不讲了 下面就是犹拉比的解释 犹太拉比有人主张 儿的恶行跟儿男类似 那儿男的恶行就是性交体外射精 以免妻子怀孕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不喜欢他的美丽的太太 失去那个美丽的体态 耶和华立刻使他丧命 神有时候审判是很快的 马上就来 我们看立位记十章 立位记 第十章一节二节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以利两个儿子 在上帝 在会幕里面乱做事情 他们不只是肉乱 不只是性关系乱 他连那个献祭都乱来 拿达雅比乎 这两个孩子的名字 拿自己的香炉 圣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还火 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是乱搞 火就从耶和华那边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 所以这个审判是马上临到 我们看撒姆尔记上二十五章 撒姆尔记上二十五章 三十七节 好 这个 这个是叫拿巴 应该叫王巴 他叫拿巴 那他是 那就是什么呢 好给人说话就不太少了 你知道那个 黑道在跑路的 没有钱都会去找有钱的人说 诶 但不要落费就了 还是怎么样 如果你不要给你 也不需要 拍下扫 哇 他就给大卫那个难看 好 我们往回去一点点 好 这个亚比盖是这个拿巴的太太 这个还好 因为他去 想办法去把大卫的怒气弄低点 我们再往回去 再来 再上去 再回去 到那个拿巴 大卫要跟他拿一点东西 结果被他侮辱 再往前 再来 再往上 好 这个要杀人 我们再往上 大卫的仆人 因为他跟他的蛮多的 那在矿也没什么好吃的 知道拿巴很多东西 所以要去淘点东西 所以说 这个有一点 黑道说 我在这里 所以你才没什么 叫做保护肺 对吗 你知道那个亚纸 那都有黑道画地盘 别的黑道不敢找你 是因为我们人在这里 给你保护 不然你也让我 帮我保护肺 所以大卫年轻的时候 也搞过这个玩意儿 我们再回去看 好 大卫在旷野听见说 拿巴捡羊毛 什么叫捡羊毛呢 那就是叫做封年纪 犹大也是捡羊毛的时候 就会请人家 以前在台湾也是一样 如果这种做酒 那个在丰收的时候 大部分外面来的人 我们都会给他吃 你知道吗 我们很高兴嘛 我们金人收成那么多 那大卫就趁这个机会 想去淘点东西 大部分会讨得到 想不到这个拿巴真的是 他不会再给他捡羊 他就打发十个仆人问安 你到去见拿巴 意思是说 拿我的名字去 他应该知道 意思是说 他应该听过我的名字来 因为这地头 我在那边也混了一段时间了 应该也有名声嘛 提我的名 就对那个富翁说 愿你平安 黑道一般开始都会讲好话 不会开始讲很坏 都会说 啊 兄弟啊 你好吗 愿你家平安 愿你一切都平安 哇 这个Sharom讲出来了 听说 你有大风声 哇 你今天有那么多羊毛钱 这是因为你的牧羊人 在养养的时候 我没有几乎他 我还保护他 所以你现在既然有那么多 应该分一点给我 我没有功劳又苦劳 可是问你的仆人 他们必告诉你 那愿我的仆人在你面前 到时候还很客气 因为是在好日子 因为你大风声嘛 你随便拿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他自己还称仆人的儿子 那大会的仆人到了 就把大会的名片拿出来 然后跟拿爸说 然后就看拿爸怎么说 拿爸就回答大会的仆人说 咦 大会是什么人啊 然后那个名片说 这我不管啊 这种人很多耶 我如果要分一分就帅得了 一直说这种纷纷 这个不得了 他还说 是谁啊 耶稀的儿子是谁啊 进来这种乱跑的很多耶 他把他当作悖逆主人乱跑的 我说他整个都吃了 我怎么可以把饮食 那为我捡两毛的人 手宰肉给那个 我都不知道谁的人吃呢 哇 大家的仆人的 平衡摸就回去了 跟大会说 好 拿刀 这下要杀人了 所以黑道你不要惹他啦 你惹他呢 他就带刀哦 你看四百个 留两百个看他鸡西哦 那有一个拿爸的仆人 赶快跑去跟他的那个祖母 雅比开说 那个大会 其实他以前对我们很好 所以大会要去跟人家讨钱 是有理由的啦 他真的有一点 做一点保护的 那些人带我们很好呢 我们在田野跟他们来往 没有受伤欺负 也没有失落什么 我们在他呢 还做我们的保障 真的是黑道有做那个 有啦 真正有啦 给他一点也没有 可是我们的主人好像 这样口头 口头没问题又跟他们买啦 可是他很凶啊 我们不敢讲话 雅比开说糟糕啦 赶快买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台湾做的 如果做的大概就不太好 两百个饼啊 两皮带酒啊 还有五只收好的羊 所以是很丰富啦 就是算一算够他们的 还有两百个乌鸡 这个整个勒手都很厉害 叫仆人说赶快去赶快去 随着你们去 没有跟他老公讲 他就跑去 他希望把这个事情摆平 不要来的时候就糟糕 那雅比开是女孩子嘛 所以他就骑着驴 然后下散步看见大卫 那雅比开就迎他们 大卫说 我在旷野为那个人看守 实在是撩然 撩然 他向我以恶报散 大卫就一肚子义愤填胸了 然后数拿八的 我如果留一个到明天早上 愿神众众就这样 我以为他照着 说要把他抬给死了 雅比开看这个 赶快就说 哎呀 这次我不对 那时候我在家 我就会让你这样 让你这样想一困 真不好意思 这个坏人 他就把他带人免免了 再到我说 我老公很坏 他就是 他叫王八 他不叫拿八 因为他是鱼丸嘛 真的嘛 他真的是真的很笨 那但是呢 因为你来的时候 我不在 这很抱歉 本来不会让你这样子 我一定会给你足够的礼貌 阿威瓦既然让我有机会来见你 就是阿威瓦让你不要去报仇 因为如果要报仇的话 阿威瓦会报仇 你不要自己做这样的事 这些礼物你就笑纳笑纳 拿去吧 请你原谅 这个一直把罪过往自己身上攔 阿威瓦既然让你这么违困 阿威瓦既然让你这么违困 因为太厉害 那就是说 阿威瓦保护你嘛 你不要流无辜的血 阿威瓦会制服你 你将来会做王的 还有 将来如果你做王的话 请你记得我 阿威瓦说我对你不错 然后大卫就说 阿威瓦 他开始称赞纳法 因为你今天来看我 不然的话我杀人了 上帝是借着你来阻止我 不然的话我明天早上把他们都杀光了 好 往下 阿威瓦就接受了礼物 这就是这样嘛 你既然拿了那个东西就 对吧 拿了你的手软了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看医生都要送礼物 就是这样子嘛 让医生手软嘛 你知道吗 对啊 你既然拿了 那你总不能都照顾一下嘛 因为我们生命都怕医生没用嘛 还这么多啊 我们多少送一点 这个是心态 就是这样子嘛 那我在台大还好 我们的精神科主任是说 出院才能拿 出院不能拿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你把他好啊 他出院那是感谢 你知道吗 他刚才读完 那是黑色啦 这个不一样啊 还有我们那个主任也很好 就是说拿呢 不能个人拿 因为一个精神科病人好 不是只有医生 还有护士 还有心理师 还有社工师 还有助理护士 还有安全人员 我们精神科是一团人服务一个病人 所以我们大部分拿的礼物 我们是放在医务室 让所有同仁要吃的 大家一起吃 这一点我是很感谢 就是说我在年轻医生的时候 我们的科里就让我看到说 其实也是 因为礼物 你都不给他收 也说不过啦 总是他乘车说 什么时候收 意思不一样 你把它做好 那是感谢嘛 他就要出院了嘛 你对病人就不会影响说 我就给照顾一个人 因为我一视同仁 可是住院绝对打死不拿 另外一个我跟你们讲 我们教授很好 那个药厂 这个两个会送来 一个是药厂 一个是病人嘛 妇产哥拿到最后 就变成有行情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老婆大肚子到 会问那个扫地的时候 女儿要多少 变成有行情耶 男的多少 女的多少 并不是随意哦 你送不够还是那个 变成失礼 变成这样子 那药厂也是 药厂为了卖药 就会送你很多东西 那个送的有时候很可怕 不是东西哦 吃饭 喝酒 卡拉OK 然后就去民成店 这很糟糕 就是第一拳 第二拳 第三拳 就这样一直下去 那我们精神科 我想回去精神科 大概都怪怪的 我想是这样 就是对这些都没有什么兴趣的 才会跑去精神科 因为我那些教授都是这样 药厂就来嘛 就说 我们的教授说 你一年预算多少 你们药厂一定有预算嘛 对不对 你要注销你的药 你们预算多少 如果不让你做 你交不了差嘛 你知道吗 他钱不坏也不行啊 到时候回去 你就不认真啊 对吧 人家把人这样 所以要 他说 这样啦 你帮我们买那个医学杂志 很有意思哦 他会算哦 你预算多少 你不够好 你跟你两家一起买 那我们就弄个印章 在我们杂志方面盖一个时候 这是哪一个药厂送的杂志 知道吗 对我们的好处就是 我们这个小医生 以前台大是在中山南路的西边 东边是医学院 东边没有医院 你知道吗 后来才盖那个大楼 可是我们的图书馆是在西边 所以我们小医生要查资料呢 都要冒生命的危险 跑过中山南路 就是 就是说没有办法 因为病房在这边嘛 那比如说你值班没事 想要查一点什么 哇 要怎么 还这么怕有台课 我说要做的 他就知道 他就这么快再跑回来 那我们那个主任就是 我想是科里大家同意这样 那讲了以后 我们差不多 我在当中的我的印象是 全世界最好的杂志 我们在科里头 图书馆有一套 那是学校买的 可是我们这里有一套 后面都是盖哪一个药厂送的 那现在回过去想 我是真的很感谢 就是说 碰到这样好的老师 他不只是教你怎么看病人 他也教你怎么处理这种 所谓比较灰色的地带 那这个就是 亚比甲到拿巴那里 他已经把事情摆平了 可是这个老公不知道 他还在那边很高兴 因为他不是大豐收羊毛嘛 在那边庆功宴嘛 亚比甲都没有跟他讲 到了第二天早上 他老婆跟他讲 结果他怕死 他吓得就像石头一样 那过了十天呢 耶稣打他 他就死了 那大卫一听到他死了 说 哦 这样兄弟 老天有言 我的冤屈终于得到伸张 我只是讨一点小东西 我为他保护那么久 既然这样侮辱我 这口气我再吞不下去 还好他的老婆 这个老婆应该不错 他就把他接过来 因为他老公死了嘛 所以亚比甲就变成大卫的 不知道第几号的妻子 你看 就去见亚比甲 这个女人很好 都想要娶你为妻 亚比甲就马上说OK 这个是就业的故事 那我要让你说 这人不能太败了 其实拿拔也没有什么 只是我想是财大气粗嘛 大钱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 只是要来讨一点小东西 我一切就给他讲起来 有时候当上帝给你很多恩典的时候 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得罪一些比较弱势的人 我不是说要讨钱都给他 我不是这个 我是说你要尊重他 他会跟你讨应该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什么 至少不要侮辱他 不要让他觉得说 哦 你说 诶 那个乱走的鬼的 其实大卫是国家的英雄 大家都知道 他为国家去打仗 然后只是国王要追杀 他没有办法 他只好逃到山里面 可怜的 这个大卫 可是这个拿拔就是 把他视为那种逃走的仆人 只要来投资 我没办法 我想拿拔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撒木尔记》上25章 我们看《撒木尔记》下第6章 第6节 好 就是 这一个是 我想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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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玩玩 其实这大卫要有责任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 以色列人 他们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以为他们抓到约柜就安了 意思是这样 约柜代表上帝同在 所以上帝一定会保护约柜 所以我只要拿着约柜 上帝为了不让约柜被拿走 就会让我得胜 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他们去打仗 其实他们就是胡搞乱搞 上帝已经不理他们了 打败了以后他们就说 把约柜抬出来 以为这样就没有问题 哪里知道约柜说 你们不才没在管理 你以为你要约柜 我要让约柜回来 我老子自有办法 不需要你 结果他们一打仗不只打败 约柜还被敌人抢走 这个就很难堪 约柜被非力士人抢去了 那抢去了以后 这个非力士人就说 这是对面的生命的 好像神灶 好像我们那个 那个妈祖家庙那个东西 约柜就是这样 他们也是抬着约柜走来走去 他就把他放到他们的庙的神明前面 一直给神明说 让你顾好 这是对敌的那个神明 他们打输了 所以我把他们的神明抓来 放放在你面前这样 想不到上帝就让 那个晚上一个地震 那个神明就倒下来 然后头会断了 手会断了 那第二天那个非力士人就说 糟糕 怎么不是他的神明倒 是我们的神明倒在他前面 头会断了 脚会断了 就很害怕 这是什么事情 好像显神威了 没有关系 他们就开始长痔瘡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长过痔瘡 你真的长到痔瘡以后 坐也不行 站也不行 走路就是这样歪歪的这样走 怎么看都看不好 全组的人都长痔瘡 哇 就很害怕 就去问说什么 他说 噢 没有人敢去摸了 把月桂放在牛车上面 然后就把牛屁股一打 然后把牛的小牛放在家里 然后就看 如果这个母牛一面哭 一面就离开小牛往前走 你就要小心 这个叫显神威 很有意思吗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因为母牛的本性 他被打 他会跑去找他的小牛 甘生小牛的 所以他用这种动物的本性 这个母亲的本性 要去鉴别诊断说 海文刚刚在地团 刚刚落去这样而已 还是真的是显神威 所以他们很聪明 用这个方法鉴别 结果两只母牛一面哭 一面吊 一面一直往以色列人家走过去 他们把人家好不容易开过来 还是要用个牛 还有要用金子做痔瘡 我不知道痔瘡怎么做 用金子做五个痔瘡 因为他们有五个头目 代表对上帝说 对不起啦 我不知道你 我是不懂事 所以请你原谅这样 所以五个金痔瘡 然后把那个约柜用牛车 就扭一面哭 就回去 回去以色列帝了 那以色列帝又 被敌人拿去了 现在送回来 还有礼物 还有几个 好像巧克力糖这样 还是黄金座的 我还不错 还有礼物送回来 就好高兴 那个约柜就放在那个地方 放了很久 耶和华就祝福那个地方了 大会一听说 约柜回来了 而且耶和华祝福 哇 他就好高兴 说当然这个 有祝福的当然要带回家 他看人家用牛车 他就用牛车 这是很糟糕 因为耶和华交代是要用人扛 不可以用牛托 他算不急 他想说敌人用牛 有没有问题啊 牛还是开过来 所以他就用牛车 好 这个就是问题了 好 我们往上看看 大会就在以色列眼中 挑选了三万个人 哇 这个是 等一下 大厅面啦 不是三千个人 是三万个人去迎接 让耶和华说 够面子吧 我带三万个人来迎接你 回去 回家 那就要从 巴拉犹大江省的约柜要运来 约柜是坐在两个基督坡上 万君 耶和华 流敏的约柜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的意思 他们把约柜从刚善 雅比纳达的家里开 因为雅比纳达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大卫就要 大卫就是 有问题他就不要 没有问题他就要 一般是这样 他应该是政治人物没有错 那他就抬出来 放在新车 好 用车 雅比纳达两个儿子 乌沙 雅希 约 赶 这新车 这个方法就是学外国人的方法 他们也是用两只牛 他也是一样 想不到 他们把神的约柜从刚上 山顶 雅比纳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 雅希约在柜前走 大卫就开始跳舞 他就用很多乐器 当时的乐团也不错 琴 色 鼓 拔 楼 跳舞 到了哪梗的河场 牛尸全体 不知道是骨瓏太大 小孩就跳起来 还是说刚好陆不平 那个牛去打到你知道吗 就这样 省一下而已 结果乌沙在后面 他可能弟弟在前面 他在后面 他看那个约柜好像要落下来 他好心你知道吗 一碰 马上死 真衰 这个好心不如今 原来是 祭师应该记得 就是约柜是不可以碰 像台天公司 高压危险误碰 这个 这个 摩西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 他们如果要搬动 他们还要用布给他照起来 也不可以看 那大卫都 都不记得了 他的祭师也忘记了 这些一定要守的 就是这一点 没有守 上帝就 让他知道 你乱出来 就把他杀掉了 大卫说 哇 这不是很好而已 还会咀咀 还会怕死人 这 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注意去摸到 死去 所以他就决定不要了 所以我说大卫是 有好的他就要 后来说有问题他就不要 政治人物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有好的都要 有问题就切割 有问题就切割 如果没有问题就都粘过来 这个叫做大年猛嘛 对不对 都粘在一起 那大卫因为 耶和华击杀 乌萨 心里酬烦 把 又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比列斯乌萨 大卫就惊了 说耶和华的约会 怎么可以来我们家啊 所以他就不肯了 然后结果呢就弄到别人家里去 这个很厉害喔 有问题的送到迦特人啦 去旁边 上帝就大大的祝福 有人就跟大卫说 人家说 人家俄北东 买股票都贪钱耶 做什么都大翁 大家说 这样就再来 所以你看这个大卫真的很糟糕啦 他看到有好他就要了 看见有问题他就不要了 他就哇又献祭喔 还有呢他穿那个乙扶 乙扶我想是短短的啦 穿这种短短的你走路要小心嘛 因为你脚步太快的话 会有一些不雅的那个曝光的镜头 他就是这样喔 乱跳乱跳的 结果他老婆说 哎呦 这狗狗怎么这种没体痛啦 他老婆就骂他 他老婆要迷夹 一看就轻视他 结果一轻视呢 他老婆就得了不应证 他也追喔 所以做老婆不要随便轻视老公 这个很清楚 大卫是就是忘我的 在耶和华妹 所以大卫这个人其实 我们仔细看 他不是全部都好啦 他有一些不错 也有一些不怎么样 神就用这样的人 意思就是说 神有时候不在乎你的不好 只要在乎说 你肯让他用 肯让他改变嘛 所以大卫我们也看到这样子 那这里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神生气的事情 不一定是要很大的罪恶喔 只要神说不可以 你不小心换了 神如果要打你就打你 这个乌煞我觉得 他其实是 我看起来是有一点无辜啦 但是因为他是祭司 知道吗 supposedly他应该知道 自己又犯了 所以这个名字固案 所以牧师犯罪 上帝会打得比较凶 也是对的啦 合理嘛 你应该比别人知道嘛 对不对 那你怎么这样做呢 这是乌赛 这个故事 撒摩尔记下 我们再往下看 撒摩尔记下12章 15节到23节 这个是 这个是更可怜喔 就是爸爸做错事 孩子被上帝杀掉 这个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 就是说 我做这件事情 我被上帝处罚 还有我做这件事情 我的儿子被上帝处罚 你觉得哪一个对我来讲 比较难过 儿子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 我以前被那个 我的体育老师欺负的时候 我不想欺负他耶 我想欺负他儿子 你记得吗 我有这种 我有这种观念耶 因为我欺负你还算什么 我欺负你儿子 让你感受 听说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那个日本人就要基督徒 弄一个十字架 要他踩 或是圣经 就是要他踩 那他们就不踩 他就把他杀死 这样 就是欺负基督徒 然后一个一个 后来发现 怎么每一个叫他踩 都不踩 都杀掉 后来就 盖 把他儿子抓来 你踩 你不踩 我就要在你面前 把你儿子杀掉 结果很多人流着眼泪 就踩下去 你知道那个不同吗 就是不忍心 这是我的儿子 由于我的坚持 让我的孩子受苦 一般来讲 父母比自己受苦 还受不了 我们在考虑要去恒春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有这个问题 就说 好啦 我自己爱去 对不 我自己决定要去 那我就失去以后在台大做教授的机会 这是我的代价 因为我自己愿意去认了 对不对 可是因为这个 我的孩子就会读放牛班 因为恒春只有放牛班 他无辜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他也没有决定要去 他只是因为是我的孩子 就让我牵拖 你知道吗 我里面的挣扎很厉害 我难道有权利 我可以这样做吗 可是我要去 他不去怎么办 孩子很小 还没练国民学校 就会跟着走 所以一般来讲 做父母对子女的爱 常常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挣扎 那这个就是大卫做这个事情 结果耶和法没有把大卫杀掉 是把他的孩子 那你知道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就是 跟我们今天的他妈一样 这四个女人被列到 那个耶稣的祖谱里面的其中的一个 那这个女人应该是可怜 她只是长得漂亮 她没有做什么错 还有洗澡窗户没有关好 大概是这样子而已 这就是这两件事情 其他没有提到像什么 她老公是尽忠的还是外国人 替大卫死忠的去打仗 很死忠的 大卫就看人家漂亮 就把人家叫来 哪里知道 一次就怀孕了 大卫为了掩盖 就想办法要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要掩盖掉 结果想不到那个死忠的先生 就给他放农药都不回去 所以要盖盖不掉 心里的团乏怎么会搞个勇气 让他在战场被敌人杀死 这很可恶啊 大卫这个是所有他一生当中最可恶的事情 好啦 他以为没事啦 就是 对不对 打仗死人 被敌人杀死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吧 对不对 就是他这里不小心的啊 哪里知道 是他跟将军交代说 进攻的时候 你们就下命 大家退 让他不退 他就被敌人就target嘛 对不对 不然一堆人不一定会杀到他 可是所有人都跑 只有他笨笨的在最前面 马上就被敌人杀掉了 是他设计的啦 应该叫借刀杀人吧 就是 他以为天意无缝 对不对 弄得很好啊 就是帮他弄个什么 把他弄到中列池 去跪拜一番哭哭一下 这样就解决了嘛 然后再给家里一点钱 就好了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老婆就变成寡妇 就好像亚比该一样 他就可以逃过来 逃过来 你怎么知道 我发现十个月 九个月 五个月就快早产啊 所以他就在短时间内 把这个解决掉 他以为没有问题 哪里知道 因为我看着就很生气 我要好好栽培你 你既然给我胡搞乱搞 我马上叫拿单去跟他讲 好 我们往回去一点 他说 好 再往回去 再来 很好哦 再上去 这个拿单 再回去 拿单就是先知啦 应该叫做草桃棍书啦 你知道吗 那个国王啊 都会养一些那个宗教人士 或是那个智囊团 国王不是那么聪明 什么都会嘛 有问题就找这些人 那拿单是属于这个宗教人士 就是会给他 会帮他祷告 会跟他讲 这个对那个不对 那耶和华就跟拿单说 你自己来讲 他抓着一跳 他以为这样就 看到我眼里 混蛋 怎么可以这样搞 拿单说 哇这个国王 我这样一讲的话 搞不好我嘴巴还没有讲 我脖子就掉下来 所以叫做提着脑袋去见国王 他很害怕 后来想一想 还是讲故事比较好 他就不直接讲 他就先讲 他说啊 我听说有两个人 一个很有钱 一个很穷 那有钱的人呢 牛羊一堆 那穷人呢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只小母羊羔 那他很疼 因为大部分这种 一个母羊羔就是要羊毛嘛 这个羊就是一直养的嘛 然后就睡在家里 吃喝都一起 好像儿女一样 那这个穷人 可能欠这个富翁有欠钱 所以客人来到这富翁家里 他舍不得 自己的牛羊群 取一只 就取了那个穷人的羊羔 杀给客人吃 大卫说 后来的事情 那喝水水告诉我 我帮他宰 那他说 先生不必 就是你 不必 那个人就是你 大卫再走一个 想不到他以为 天意无风 耶和华就很清楚地 跟他的仆人说 大卫就是这样 他自己气怯成群 好多女人 然后人家才一个老婆 你居然 看人家漂亮 就这样把人家老公杀掉 怎么可以这样呢 他就这样讲 所以拿丹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个人 这个很勇敢 耶和华神这样说 我高你做王 救你脱离扫罗的手 我把主人的家业给你 把主人的妻子给你 又把以色列犹大给你 你如果不够 你就跟我讲 如果你还要妻子跟我讲 我就 让你折着 让你动不掉 为什么藐视呢 为什么借刀杀人 还要娶他的老婆 你既然藐视我 举了赫人乌立亚的妻 为妻 刀剑永不离开 真的 后来他家就很可怜 还有 我从家里兴起 霍荒攻击你 你偷偷地 睡人家的老婆 将来你的老婆 会人家在日光之下 跟他睡 知道谁做这个事吗 就是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为了抢王位 就当众做这个事 意思是说 我们老婆这些兵妃 我跟他睡 所以我就是做王 他们是用这样来伸张他的权利 所以真的是后来发生了 那大卫 他好处就是说 他不会说 你在说什么 跟你败是买 他认错 可是他做了一大堆错当中 他愿意 他说我得罪耶和华 拿单说 好 罪可以除掉 但是后面的结果 不会完全除掉 耶和华仇敌会亵渎 所以你的孩子会死 那一次犯罪的结果 神要拿走 所以一回去 这个小孩子就生病 大卫很疼这个小孩 就不吃不喝不睡 一直跟上帝祷告 大家怎么劝他 那他都不肯 七天 孩子死了 那这个臣母就不敢讲说 糟糕 他祷告这样子神都不听 那结果呢 死了以后呢 他们不敢跟他讲 那大卫听到说 诶 知道孩子死了吗 他们只好说死了 大卫就起来 诶 洗澡 抹一点油 穿衣服 去吃了 有一点奇怪 就说诶 孩子没死 你绝死了 你绝死了 孩子死了 你就去 意思是说 我绝死了 我绝死了 这大卫的那个想法很特别 他还活着我拼命哭 或许神会怜悯 还有机会 既然已经死了 我在哭干嘛 他就不哭了 我何必进食呢 我到他那里去 他不可能回我这里了 然后后来 他们又有性关系 因为他已经跟他结婚了嘛 才生所罗门 所以所罗门是这样生出来的 这个是神处罚 如果我们爱神 有时候神会祝福我们的后代 如果我们得罪神 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的后代受苦 在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疼我们的侄女 我们应该在神面前 好好的做事 好好的做人 不要忽告乱告 因为有时候那个影响 就是一个人犯罪 有时候旁边的人会遭殃 我想现在卖油的就是一样 一个人决定卖假 整个台湾食品类都遭殃 不是只有我们吃的遭殃 现在台湾人 所有做食品的都缠了 我不知道要再多久 再起来 对不对 现在你吃什么东西都会看一下 那个是哪一家出来的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外销 整个垮掉 所以不要以为说 好汉做事好汉当 不然这样 这个我们活在一个社会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做一个不对 你要知道 可能很多无辜的人 因为你这个不对就倒霉了 这看起来是这样 好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三章二十六节 十三章二十六节 这个也是 这也可怜啦 这个是耶和华 吩咐一个仆人 去警告 另外一个地方的人 说你们要怎么样 讲完了 他就说 你要赶快跑回来 不可以吃东西 不可以怎么样 这个我被骗你知道吗 我们往回去看 再上去 再回去 这个神人就是先知 耶和华的命令从犹大到伯特 伯特利是北国 以色列国 所以是出国 就是犹大国的先知 审派他去警告北国的国王 说你不可以乱搞 所以这个耶和华 在谈谈要烧香 就是这个是祭司的事 这个国王想要政教合一 就是政治人物 又想要管那个宗教事务 这个就很糟糕 全世界一旦政教合一 就是世界掉入黑暗事迹 我们从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中间的 整个世界就是宗教跟政治结合 不得了 因为宗教的力量很大 政治力量很大 一结合的话就很糟糕 这个就是政治人物想要 想要勾到宗教 美国政府就很聪明 他一开始就说 政教分离 他就很怕 如果用政治的力量去碰到宗教的话 恐怕国家就很惨 所以他们一直很坚持说 不可以用政治力量来推销 促进或是拦阻 禁止宗教的行为 这个就是这一个国王 他捞过戒了 他想要做宗教的行为 神忍奉耶和阿里面跟坛说 坛啊 坛啊 大卫加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 他要把秋坛烧在上面 烧香的烧在上面 人的骨头烧在上面 所以他说这个坛会破掉 然后灰灰灰灑下来 那埃罗柏安听见这个人讲这样就很生气 因为埃罗柏安是应该是 他其实是所罗门的将军 那所罗门死掉以后 他的儿子叫罗柏安 这个罗柏安就是少年 就是弃圣 他爸爸死的是国家很盛的时候 然后睡很重 因为他盖了很多圣殿啊 盖什么 睡很重 所以老百姓都受不了 现在他爸爸死了 所以老百姓都派代表说 那不可以比较轻的 这个年轻人就会说 比较轻的 这个国王收税就应该的 你还叫我轻一点 就问一些年轻人 你说你跟他说 我会不知道比我们老爸比较糟了 意思就是讲大话 就是说我爸爸如果这样的话 我是这样啦 这个一讲的话 那以色列人就说 好啊好啊不然我们古人不要买了 结果十祖的人就离开了 十二支派就有十支派内就脱离 最可怜南国就剩下两支派 就是犹大跟贝尼阿民两支派 十支派就跟耶罗伯安去 可是问题是庙是在犹大 耶路撒冷是在犹大 那所有十二个支派 拜拜都要到耶路撒冷 这个耶罗伯安就有点担心 这个一直去去去 搞不好被洗脑 到时候又回去了 我不是乡台式 他拿到十个支派 所以他就自己弄的坛 知道吗 在北边南边各弄一个坛 就说那里不用啦 在这里方便这样就好了 所以对他来讲 那个是他要掌控宗教的一个企图 不要让大家还要到国外去朝圣 那他自己又有消息献祭 然后耶罗伯安就不高兴 叫先去跟他讲 结果真的坦破裂 那这个国王就说 把你们买你拉起来 那个人怎么乱讲话 地下 他手一伸他就中风了 那只手就不会动 他知道本北京人 他知道糟糕了 他得罪耶和华了 还好那个人还没有跑掉 拜托你带我记得 他就拜托那个骂他的那个先知 说我这个手不会动 这样当国外也不好看 至少要手脚灵活嘛 那个神人就帮他祷告 他说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我有祷告吧 让我的手好 不然我要去护健科弄很久 那那个神人就祷告 他就好了 那王就说 不好意思啦 今天吃饭啦 记得 耶罗跟他在这里 不能吃饭了 这个国外就说 去啦去啦 吃饭啦 你要什么呢 我王公一半都给你啦 那神人说 那不用啦 那你自己住就好了 那我也不去 也不吃 也不喝 因为耶和华的话祖父我 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 也不可以从原来的路回去 好啦 他从北条路要跑回家了 结果想不到有一个老先知 这个妖雄 这个老先知呢 一听到这个事情 就说 那个年轻的 就往哪里跑了 他们就跟他说 往那一条路 好 往下 那他们就 老先生跑得慢嘛 就去一个驴子 去追 结果追到了 这个人走了很累呢 坐在橡树下 他说 你是不是那个从外国来的 从游戴来的神人啊 他说是啊 他说 诶 回来吃饭啦 他说不可以耶 耶和华跟我说 不可以喝水 不可以吃饭啊 而且要赶快回家 老先知说 我也是先知嘛 那天使跟我说 你那么远来帮我们 除了这个事情 让你不吃个饭 喝个水 这个不好意思嘛 总是表示一下 我是先知啊 耶和华跟我讲的啊 那他骗了 这个人呢就被骗了 国王请吃饭他不吃 这个老先知说 耶和华讲的 他就去了 就在他家吃饭喝酒 那在吃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就跟他讲 我跟你说 不要吃饭喝水 你记脸这样 好 你会使不得葬身之地 哇 这个很严重 那吃喝完了 老先知就带来的 你走路很累了 让你一只卤 让他一只驾驶 这样的话 比较轻松可以回家嘛 结果他就去了 在路上 狮子遇见他 把他咬死 没有把他吃掉 然后炉子在旁边 狮子没有吃驴子 就只有把他咬死 就放在那边 那有人经过 看见有尸体 狮子在尸身旁边 就跟老先知说 这个神人说 哎呀 这个人就是 违背耶和华命令的神人 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 把他咬死 这个老先知就被驴子去 看见那个现象 狮子没有吃驴子 也没有吃尸体 那他就把这个尸体 放在驴子上面带回来 哀哭 埋葬他 哎呀 欧兄啊 你不要靠 你敢骗 我不知道 这个故事很好 就是神要教我们什么功课呢 就是说 当神很清楚跟你说不可以的时候 那如果有人借着神的名字 再来跟你讲一个不一样的信息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这个人就是 因为神跟他说 你不可以吃饭 不可以喝水 另外一个人说 神跟我说 可以吃饭 可以喝水 那你就得到两个 互相矛盾的信息 那他就听了那个人 以为说 上帝也是可怜我 那么辛苦 饿得肚子跑回家里 一定很惨 就吃饭喝水 结果就被狮子咬死了 所以看出来 神在处罚他的仆人 好像比一般的人严厉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 所以神就很严厉地 处罚这个人 我们看 这个是13章 对不对 好 我们看20章 35节 36节 20章 你把那个弄掉 不然它只有一节 然后拉下来 好 这个 先知的一个门徒 奉耶和华的名 跟同伴说 你打我吧 不肯打他 他就跟那个人说 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会离开 狮子咬死你 结果狮子就把他咬死了 那现在有一个人 你打我吧 他就打他 把他打伤 所以他被打伤以后 他才可以去跟国王讲话 当时的那个先知讲话 不是只有嘴巴讲 有时候要表演 知道吗 要叫什么 现在有一种电影就是 有一种电视就是 叫做现况剧还是什么 就是 reality reality TV 就是说 是真的生活 然后演出来 就是说 耶利敏如果要怎么样的话 他自己要弄个那个样子 然后讲话 就是用他的表演 也从始要讲话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要被打伤 他要去跟国王讲话 你如果不怎么样 人家就会把你打伤 他必须要被打伤 有的人就说 不好意思 不打他 那个人就被狮子咬死了 另外一个 看着被狮子咬死了 就赶快打他 把他打得很惨 他就受伤了以后 就去讲话 这个讲话就比较有力量 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看历代字下 十三章二十节 下 十三章二十节 亚比亚在世的时候 耶罗婆安不能再强盛 耶罗娃攻击他 他就死了 这个耶罗婆安就是刚才讲 那个国王不是要政教合一吗 后来就是被耶罗娃打死 上一次耶罗娃没有打死他 这一次就打死他 我们看二十一章 十八节 十九节 十八节 这个人呢 这是得了胃肠科的病 我不知道 肠子患了不能医治的病 到最后就腿中 肠子就掉下来了 可能是什么病 肠子会从肛门跑出来 我知道那个 那个女的有的在停越境以后 有时候因为那个肌肉软了 那个子宫会掉出来 那肠子掉出来 我是不知道 可能是那个肛门就没有力量了 所以肠子才会跑出来 最后跑出来就死掉了 这个约然也是不听耶罗娃的话 所以后来上帝是用病 把他弄死的 他这个病了两年 肠子坠地病重而死 因为他做得不好 所以大家都没有帮他做什么祭祀 平常他们都会烧点东西 烧金座 他们都没有 所以这个网真的是做得太不好 好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五章五节 新约 这个也是死得很冤枉 这个只是面子 那个时候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很困难 因为耶路撒冷可能经济不好 然后有很多人很穷 大部分基督教传到一个地方 都是没有钱的会先来教会 因为有钱的 他觉得我不需要带什么上帝 我很好的嘛 那个很困难的 各式问题的都会跑来 听说你们耶稣有爱心什么 你知道台湾早期就是拿面粉来卡片 所以台湾人最早期信耶稣的也是比较穷的 经济比较好的都没有信什么洋教 对吗 我们拜拜就好了 为什么要 所以也是一样 所以教会就有很多问题 经济很多困难的问题 然后比较有的基督徒 大家就会奉献 就是说 既然亚索说彼此相爱 这些人没有朋友 至少大家互相帮助 做得到 这个人也是一样 这就是这怎么说呢 大家知道你有 对吗 很多人没有 别人都在关 你都没关 这样民主没看 你知道那个感觉吗 并不是他想做 可是他觉得 因为 大家多少知道 每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有多少 对不对 现在教会有这个需要 每一个人不管有没有 大家都在捐的 他没有捐的不行 所以他就只好把他的家买买了 就拿来 但是拿出来他就觉得说 你怎么管我没关系 人也没法 我还要怎样 所以他只是有一点安全感的问题 所以他也卖了 他也拿出来 他只是留一点老笨 你知道吗 我皇帝才卖了 我留一点点 没有什么不对 无可厚非嘛 可是问题在这边 因为大家卖的都全部拿出来 他留一部分 这个问题来 这个使徒就问他说 你那间住那么大间 敢不敢这样而已 现在行情 大家稍微知道嘛 那个网路一查就知道啊 那个一瓶多少钱 你那个我看也不小啊 难道这 他说对啊 我刚好最近要卖 要脱手不容易 所以就是 便宜一点卖的 就这么多 彼得说 你敢这样 你不卖 也没有人说你怎么样 你卖的 你要全部留起来 也没有人说你怎么样 你要教一点点也可以 你何必碰封 他的错只是碰封而已 对不对 他也卖了 他也捐了 其实他做很多好的事情 最后一点就是说 他留一部分 他就说 不好意思 我就留一部分 我就留一部分 这样也没事 你为什么这样 这个叫七封圣明 不得了 结果彼得一讲 彼得没有做什么 彼得一讲 他就心脏病发动 他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他们在家里有预言 这个叫做串供 你知道吗 怕串供就会被收压 对不对 在家里会串供 所以他跟老婆讲 可是老婆因为 要去教会 要串免机 那个老公就 穿一穿就跑去了 老婆还要化妆 就比较慢 他不知道 他老公已经心脏病发动 已经被抬去埋葬了 老婆就来了 他比特 某某太太啊 你们真的是卖了黄 对啊对啊 那个老公串供好了 就说对啊对啊 马上来死了 台女老公的 那个年轻人刚好回来了 结果他老婆也心脏病发动 两个都死了 这两个真的同心 同心同行 应该这样讲 那你会想 有时候神好像 对某一些人 他很在意 我们听起来会觉得 很过分 就说他不是什么 大逆不到嘛 就是这样 可是神对教会 有时候他如果要处理的话 很可怕 他就直接 这个很快 我们看 第五节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补倒断了气 我想应该是心脏 心肌梗塞 还是脑状疯我不知道 大概这两个比较可能 马上死去了 本来好好的 在第十节 那这个老婆就来 所以他化妆花了三个小时 弄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就要来说 我们现在这样的 往下一点 回去回去 过了三个小时 这个老婆来了 搞不清楚状况 没有人用LINE跟他讲说 你老公死了 你要小心 那彼得说 你是这样吗 他说对啊 这个夫妻同心 那彼得说 你怎么就这样童心试探族呢 也让你老公的人 刚好脚到门口 他们要把你抬出去 你呢 他也死掉了 这很厉害 所以要小心 不要假仙 我们说没有就没有嘛 我不想奉献都不想奉献 这个很简单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敏注 我觉得大概剩下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十二章二十三节 这个西律王 这个假扑的 就是说他当国王 然后他其实不错 就事论是他那个政治力量 还有他的军事是不错 所以国家很兴旺 老百姓也是赚很多钱 所以大家就把他扑 哇 你像沈一样啊 什么什么 他就尾巴就翘起来 就是这样而已 你说你们伯爷还不错 结果沈就很简单 拍一只虫 不晓得什么虫 一只虫一咬 他就觉得 我不晓得是那个过敏反应 还是什么 有的学者是说 有一种虫是在肝脏 在肝脏那个虫一爆的话 那个肝就爆掉 好像猛报信干年 就马上死掉 有一些学者是这样的 我不晓得 看起来神对他的仆人 要处罚他派一只狮子 神对一个政治统治者 派一条虫子 所以连死也要 有重于泰山 有的轻于鸿毛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死 也要用狮子来死 也比较有面子 对不对 如果一只虫就死了 那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吧 休息十五分再回来 大家回去想一想就是 要不要再跟耶和瓦 耶和瓦有时候是很可怕的 谢谢你 谢谢观看